莫先生 陸戰斯的仕途你會怎樣看呢? 我會看他就應該是差不多了 就是說他的情況就是因為這一整 他又見了可能 要是被鬥倒 要是說抱病 黃谷模式 就是一種被鬥倒 就是林彪的下場 另一種就是黃谷模式 就是清病之後 暗然離世 第三種模式就是繼續坐下去 但是告訴大家他坐不過 今年二十大召開 就是去到二十大召開之前 他繼續找坐這個地方 沒有去把他整下來 但是二十大之後就拜拜 我告訴你習近平不找這個模式來搞的話 他今天對付了一個戰書 下一個人都可以繼續打 因為很簡單 你打栗戰書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講清楚什麼叫換屆紀律 服從大國 服從組織 服從安排的重要性 找一個自己最親的人打 全部的人都會被震懾 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大 當然我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我純粹推理和剛剛推理 不能講一些我的理解 但是你說未來的局勢 所以栗戰書應該是這麼大了 就是說頂多 最第三個情況就是頂多去到今年的年尾 二十大召開之後呢 他就會 基本上他就被投行致散的了 下年兩會也都不會再有栗戰書在人大常委會的常委委員長的名單裡面了 換言之他會拜拜的了 可以這樣講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樣講呢? 習近平不想栗戰書成為接班人 我說得很清楚的 誰會留任的? 因為現在習近平繼續這樣 二十大 繼續做下去了 不管他做黨的總書記 黨主席也好 他看回現在的七、八常委裡面 七常委裡面 還有誰留任的 就極有可能成為習近平的接班人 就由於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留任 在普京的團體裡面 所以他成為後輪總統 和普京的卡拉卡拉這樣做嘛 好 你看一看這次習近平 會不會找個人在那個地方 一定不會 這個是獨裁者的想法 如果我放一個人在那裡 變成一個林彪 所以他吸取了毛澤東的深刻教訓 我要超越毛澤東 沒有接班人 他死了之後 任憑天崩地裂 但是不可以 有一個接班人指定在那個地方那裡 否則就會變了 有一個人不斷吹捧我 之後他又想奪我的權 又如林彪一樣 所以他以林彪為教訓 一定不會留任何一個人在那裡的 李克強也好 汪洋也好 王滬寧也好 趙樂際也好 韓正也好 甚至王滬寧也好 一個不留 全部換身的人 這個就是一個做法 好了 你說反對習近平的派系會不會反撲呢 現在都沒有去到最關鍵的時間 因為你反撲要有實力的 那你實力在哪裡呢 就是基本上你全員 包括動員紅二代和這個太子黨的反撲 現在就是比較困難 而且我看不到他們掌握到實際的北桿子和槍桿子 所以這一點 在今天2021年的1月來講 都為時尚早 我認為這個地方都沒有去到一個情況去講 但是習近平1月4日 簽署了今年的第一度的中央軍委令 就剛剛在這個幾天之前 這個第一度的中央軍委令 是發佈給解放軍 是一個開訓動員令 開始這個軍訓的動員令 他講到軍事鬥爭形勢是相當嚴峻和複雜 他要緊釘 緊釘 就是軍事鬥爭形勢多變 於是他提出要緊釘科技之變 緊釘戰爭之變 緊釘對手之變 對手就是關鍵 緊釘科技之變 明白 要講一些AI嘛 是不是 要搞這個科技之變 戰爭之變都明白了 他就無法勃勃勃向台灣 印度也有這個可能性 OK 戰爭之變 但是對手之變 什麼叫對手呢? 記住 他不是說外國 不是外患 不是說美國 他說對手之變 所以這個軍隊 當然不是國家的 軍隊都不是黨的 不是黨指揮槍 是習近平指揮槍 因為他為軍隊緊釘對手之變 是誰的對手呢? 是黨的對手呢? 不好意思 是習近平的對手啊 換言之就是說這個黨是終於一個人 就是習近平 中共中央軍委的主席 通過這個七大軍區變成五大戰區的改革之後呢 傳播軍令完全是集中在習近平的一個人身上 他就說這個中央軍委令 甚至無話呢 是要練好鬥爭管理 練硬鬥爭作風 昂揚 精神面貌 要做到一流的一個成就 那這個是使得二十大能夠順利召開 所以這一點是說得很清楚 換言之就是說 習近平會在二十大 確保到他永續下去 起碼做了第三屆 第三個五年 他要緊釘對手之變 他不可以讓任何習近平的政敵 包括黨內政敵 可以橫行無敬 所以他已經說了出來 他要的已經說了出來 即是無論你分析習近平 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所謂的央視的新年賀詞 另外你看這個十二月三十一號 全國政協禮堂的新年查話會的講法 新的趕考之路的講法 另外看一月一號元旦 求是的元旦文章 以私為鑑 開創未來埋頭報告 勇毅前行的 你看得到 他都說得很清楚 如在美國等重大風險強大對手面前 總想過太平日子 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 他說會患上軟骨病 恐懼症是無際於事的 要全力反制鬥爭 而且說清楚是要堅定歷史自信 即是理想信念 堅持黨的政治建設 包括團結統一 堅定擔當責任 要做偉大鬥爭意志和管理 第四個就是堅持自我革命 他說毛澤東去和王延培有個搖動對 說到王延培說一個王朝 其輕也撥 其亡也忽然 這個周期內怎麼跳脫呢 毛澤東說他想出了一個新的方式 就叫做民主 毛澤東說只有人民監督政府 這樣政府才不敢懈怠 只有人民 人人起來負責 才不會人亡正式 但習近平就不抄民主這個字 共產黨從來都沒有做過民主的 講過很多東西 他就說 習近平就說 這個是監督政府 人民起來負責 沒有講黨的自我革命 所以他覺得 第二件事 他覺得 要勇於自我革命才能贏得歷史的主動 所以這個就是全過程民主 就是自我革命 加上毛澤東的人民監督政府 他從整篇新年賀詞沒有提過鄧小平的改革開諷 甚至改革都沒有提過 關鍵是什麼呢 想清楚自我革命這四個大字 自我革命是什麼意思 大家想想 就是革黨內對手的命 這個自我革命 要時常洗醋 時常民主生活會 互相批鬥 互相檢舉 鬥爭 剛剛講 總想過太平日子 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 全黨必須對黨忠誠 要毫不手軟堅決查處 在黨內搞政治團伯小圈子利益集團的人 而且不論是什麼問題 誰出問題 該出手時就出手 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向黨中央看齊 才能夠跨越難以想像的驚途駭龍 在黨的歧視下 權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 步調一致向前進 堅持黨的權結統一 全黨忠誠 不可以反應遲鈍 慢吞吞 軟滅煉 否則會人亡正式 這些說法我完全抄了求此雜誌的文章 這些說法就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什麼呢? 它要將鬥爭引向黨內 這個黨內不只是對太子黨和紅衣黨 不只是對於江曾和胡溫俠 更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對付習系統的人 所以說 派系與派系之間 會有一個不斷來來合合的東西 一個人李鴻忠可以跳來跳去 是不是? 又支持這個江曾 跳去變成一邊 支持習近平 但是我們就是說 另一件事就是 派系之間會互相鬥爭 但是不要忘記派系裡面的鬥爭很重要 這個你不了解共產黨人不知道 我們看鬥爭不只是派系之間的鬥爭 不只是看到表面的東西 派系裡面的鬥爭和派系的流動性、揣動性 我們要看得到 這件事裡面看得到 栗戰書現在是中了一步 你說它會不會生歐出回來?可能會 已經完全不同 它 我不會看好它 它會繼續在二十大之後 繼續出任這個中共的政治局的常委 或者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 因為它連時已高 應該要退下來 雖然說是七上八下 不是重要規矩可以能上能下 但半軍如半虎 大家知道在華夏的歷史裡面 在皇帝旁邊那些人往往是最慘的 你看看澳拜是怎麼死的 OK?你看看 韓信是怎麼死的 是不是?你看看 曹席是怎麼死的 大家看看這些例子 就知道半軍如半虎 你不要以為習家軍 永遠都是習近平的榮華富貴在盡 你看太平天國 天皇洪秀全當政之後 它盡諸其他一些兄弟 一些親戚 殺得片甲不留 最慘烈就是那些 那些差不多是 慘無人到的刑罰去處死他們 你會看到他們對自己人是最殘酷的 所以記住一句說話 共產黨就是一個全球最大的黑社會 你黏在核心旁邊的話 你以為可以享盡榮華富貴 享榮華富貴 然後明也盡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是我看到歷史的教訓 看不明白的 繼續好像飛蛾撲火那樣衝過去 看得明白的 就要遠離共產黨 希望大家記取教訓 差不多如果要去到二十大之前 還有三月的兩回 現在都看到習近平如果要順利的 去到二十大或者去到那一步 都要面對很多的挑戰 桑普先生 是啊 你看到面對很多事情 但是我認為習近平 基本上我都跟大家講過了 二十大他一定會換一批人 那換一批人會換些什麼人呢? 當然我其實已經透露了剛才的名字出來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但是肯定就是說 譬如說 會不會有一幫新的人 包括丁薛祥啊 李希啊 劉鶴啊 陳全國啊 甚至是陳敏爾啊 李強啊 蔡奇啊 或者甚至沒有 一個已經做已經投城 或者是呢 投行致散的胡春華 給一家去做 都有可能 胡春華當然是團派的啦 不是習派的啦 但是他找一個 這樣的廢廢的 國務院總理的位 安置他都可以的 什麼人都有可能 剛剛我講的這些都是可能性 但是肯定這幫人 會全面這樣替代了現在 十九大約變 隨習近平以外的所有常委 包括王八 就是這個王岐山第八 這個 基本上都會替代 誰能夠給他延續的 其實對習近平極不利 那問題就是這樣了 太子黨 紅二代的反撲是一個重點 就是今天呢 沒看到這個有組織有預謀成功的反撲 OK 我就不會煽動任何東西的 我只是坐山觀虎鬥 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去反撲的話 整個局都會搞亂 你剛剛看一下 剛剛講的名單 我就再講一次一下 胡春華、丁薛祥、李希、劉鶴 陳全國、陳敏爾、李強 你告訴我 有誰是太子黨紅二代呢 有誰是江針的集團呢 有誰是團派的人呢 頂多就是胡春華 對不對 但是這個已經是不足為道 這一幫人裡面你看到 全部都是不適既得利益者 習近平會希望換上一幫流羅 一幫哈冰蟹像去做這些奴才的位置 而不會好像重複十八大、十九大那些 給江針、胡溫的勢力想進這個地方 好了 世上的東西是活變的 二十大會在今年年底才會召開 由現在去到那個地方 分分鐘十個月開外的時間 好了 今場的時間 會不會有變化呢 大家拭目以待 明單就寫好了 皇帝就寫好明單 遇不親批 將他諸不親批的東西 放在這個紅聯電上 但問題就是說 今天會不會最最後的 真是這個明單呢 那麼視乎 就是看回未來政治局勢的演變 我們看到栗戰書的倒台 是表示了什麼呢 即使是習近平身邊的人 都會被鬥爭 而這個分分鐘是一個 對於習近平本身 極危險的信號 為什麼呢 習近平旁邊的人 心裏面會覺得 喂 是不是再想一想 要買個保險 第二 他會不會繼續 表面上繼續高級紅 低級紅、高級客 事實上就是說 壓兩邊住 這件事的話 是會使得直擊習近平的心 習近平用這個地方 以為震懾到他旁邊的人 事實上這部棋 是有兩面體的 是有雙重性 如果一不小心的話 分分鐘就會回艇 所以好起尚在口頭 我沒有未預先知能力 但我告訴你 憑我的理性 和我的直覺 這件事絕不單純 未來肯定會好戲連場 嗯 那這段採訪 桑普先生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是沒有的了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你 那我們再見先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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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